为了推动本土语言教育 教育部长江维宁曾在立法院承诺 要将本土语言教育 包括原住民族语 课语 闽南语 甚至新著名语言 纳入十二年国教课纲 并且把国中本土语言课程 从选修列为必选修 学生们认为 能够上自己族群的语言文化才能延续 为了要传承我们的语言 就是不要让它被 就是外来的 外来的那个文化 就是我们就隐没掉了 就是可以传承下去了 虽然本土语言未来将列入 国中必选修课程 不过对原住民重点学校 乌来国中小来说 国中部在校课程规划 族语课原本就已经是必选课程 每个学生都一定要上 但校方在意的是 由于乌来地区除了泰雅族群之外 也有少数的排湾族或阿美族 甚至有闽南客家人 学生族群身份多元化 若各族群都要开设一般语言课程 需要考量到教学场所跟师资问题 假设我们同样一个时间都来上主语好了 那细分成这么多 那学校势必要去寻觅这么多的一个地点 为个别少数的那些孩子 再去找一些其他的教师出来上 最重要就是师资的寻觅 语言传承相对重要 但对于有着多元族群的学校来说 势必将面临一些难处 教育相关单位应该要有更具体的 施行措施跟配套措施 让学校在推动本土语言 与学生学习语言上达到平衡 接着我们在阿利福斯里是乌来采访不到 区域为平衡的东西 与玉及高沙总 2